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开心学泰语 前一个视频呢,Bobby Young收到很多朋友们的留言说 想学习什么主题,什么内容,什么单词 而且写得很详细,我真的很高兴 每一个评价都很认真的读 而且读完之后呢,我就会赶快总结 然后拍视频 今天呢,我就来给大家拍一个关于化妆品的名称 好,第一个化妆品名称呢,就是 Cream Gundam Cream Gundam,就是防晒霜的意思 Cream呢,在这里指着霜 然后Gundam呢,就是防晒 防晒 Cream Gundam Cream Gundam,就是防晒霜的意思咯 这一个呢,就是BB霜了 BB霜,台湾叫做 Cream BB Cream BB 如果是CC霜的话呢,就叫做 Cream CC Cream CC 很简单,对不对 就是Cream BB和Cream CC 下一个呢,就是打底叶 打底叶,台湾叫做 Faude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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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哦 就是说,台湾的化妆品名称 大多数就是直接用英语的那些单词来代替咯 Faudechan 就直接说 Faudechan 那是口语比较重 Faude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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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呃 那个 宝呢 就是粉的意思 所以呢 刚才那个 散粉呢 开头也是 宝 宝 但是这是宝粉 因为它是散了嘛 宝粉 然后呢 就是 宝 รอง พื้น อัด แข็ง 可以简称说 宝 รอง พื้น 因为 รอง พื้น 者 的意思呢 就是 打底 的意思 宝 รอง พื้น อัด แข็ง 然后 这个 东西 叫做 宝 太 much رف lyric พ Perf culture ups 也 recogn 然后 这个 东西呢 我就慶遍 直接 教大家好了 叫作 แข็ง ค์ คร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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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respond 就是 禁止的意思 这位 这是 茅 比 櫻 Dear แข็ง Cait Spanish •ัแข็ง cine คิว for Spa นidor ENA альнуюถ cap attention พื้น Kimberly locks ต์ อัด Hundred Rogue thren ๆ saf的是 比 的意思 天就是血 Q就是眉毛 所以 就是笔画眉毛 直译的是中文 就是眉毛笔的意思 之后呢 就是眼影 眼影呢 叫做 跟英语的 一样 但是他与我说的口译很重 所以就是 眼影 所以一个呢 就是眼线笔 眼线笔呢 就叫做 还记得吗 就是笔的意思 就是写 就是眼线的意思 所以 就是眼线笔 但是如果是那种眼线液的话 就像这种东西呢 眼线液呢 就是 就是 detrimental Eyeliner 就用英语的这个词来代替 微妙 就用英语那个词来代替咯 Eyeliner Eyeliner 下一个呢 就是脚毛脚 竭毛脚呢 叫作 就是睫毛夹 因为夹毛呢 就是 是睫毛的意思 然后呢 夹完睫毛之后呢 我们就用那个 就是睫毛高 睫毛膏就是 Mascara 还记得吗 睫毛泰文这么说 KONTA 但是我们没有用那个KONTA来代替这个词 直接用英语的单词 就是Mascara 然后很多女性的朋友呢 就是用完那个Mascara之后呢 就要贴上 姐夹毛 那个夹睫毛怎么说呢 那就是KONTABOM KONTABOM KONTA KONTA是睫毛的意思 然后BOM是假的 BOM BOM把它连在一起 KONTABOM是假睫毛 那又贴上姐脚毛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那个 叫就是嘛 那个叫呢 就是GAU GAU 叫什么呢 GAUTIT KONTA GAUTIT KONTA GAUTIT KONTA LIP STICK LIP STICK 就是口红的意思 不管是什么颜色都叫做LIP STICK 比如说是红色的口红的话 就叫做LIP STICK SIDANG LIP STICK SIDANG 这个呢是那种肉色的 就是NUDE SID NUDE SID NUDE 好 那么如果是纯密的话呢 纯密就是LIP GLOSS LIP GLOSS LIP GLOSS 就是纯密的意思 好 如果大家想说那个 抹纯密 抹纯密 他LIP GLOSS 他LIP GLOSS 就是抹纯密 如果是抹那个LIP STICK 涂上口红的话 那就是他LIP STICK 他LIP STICK 就是抹口红 这个视频呢 我就先教大家这些 泰语常用的化妆品名称 如果大家想知道哪一些 我这个视频没有说到的单子呢 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系列的视频呢 不要忘记点赞还有分享 YOUTUBE上的朋友 记得要订阅 Bobby Young的频道哦 因为我每天发出新的 泰语教学视频 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下一个视频见 再见